到處醞釀戰火 第一站是歐洲 第二站是中東 接著輪到亞洲 根本世上無落土 通脹是肆虐 究竟如何去部署 希望大家可以在6月21日 收看我和明報舉辦的Webinar 大家踴躍參加 在第三季或者到第四季 看看如何部署 多謝 但期間聯儲局三番四次 通脹是短暫性 最終要出來道歉 認錯 早前有一集的題目 叫做日元貶值持續 人幣無外急跌 當時很多朋友排隊去買日元 覺得日元已經差不多 因為每個人等著開關去日本旅行 在這個節目中 我們說日元還會再下跌 你不用太急 因為當時日元大約是6.1至6.2 港幣兌100日圓 所以我們也對 至於人民幣 我們說不用怕日元大跌 人民幣是最低 其實美元對離岸人民幣最高 去過6.838 最近剛剛檢查到大約是6.73 意思是 你可以用6.7.3元 換到1美元 代替6.3元 即是說人民幣是強了 還有就是 我們在3月的Webinar的時候 叫大家小心股市 因為股市會急插 終於5月10日 港股跌到19178 上星期 大家都看到 美股好像插水下來 最低 今早道指還會插 期貨穿了31,000 納子穿了11,600 上星期差不多是全日最低位收 我和明報在6月21日 有一個Webinar 會說說第三季的投資情況如何 以及整體的形勢如何 所以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到時再給大家聽聽 美元急插的原因 其實也是很簡單的 因為主要是通脹 通脹會惡化 升溫 聯儲局加息的預期 當然會跟上升溫 期貨利率市場已經顯示了 6月7月和9月 都會最少加半厘 這個星期 FOMC開會 會否破天荒加4分3厘 即是0.75厘 真的不知道 如果加4分3厘 市場又會再插水 上星期 因為上星期公佈 5月份的CPI 即是消費物價指數 就衝到達8.6% 3月8.5%已經滑了 4月回落到8.3% 就稍微更好 市場已經說 在通脹見頂 誰知道上星期五 彈出的8.6% 全部都啞了 當然 當時仍有人說 通脹見頂 就是因為Core PCE 即是核心個人消費開支指數 是由5.2%下至4.9% 當時股市也彈一彈 但CPI一出來的時候 我想想彈也無望 通脹怎樣按法 不說怎樣按住 或者有沒有可以按 我們稍後再說 大家好 我是王冠一 每個人都叫我王Sir 現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知道我獨家對市場的分析 Patreon會員將享有專屬限定內容 每星期的獨家影片和文章 為你分析環球投資市場 還會以宏觀角度 對股市、外匯、債券、商品資源等市場 作前瞻性的分析 每月直播 我會和侯天和師傅 輕鬆唱談環球經濟 和懸學的知識 還可以用會員優惠價 參加我的Webinar 小小的付出 隨時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 立即加入我的Patreon 好嗎 好嗎 感谢观看